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小红帽子担心的回廊 听说风貌喜欢爱丽丝 抽象腰会变成白天鹅 听说笔的盘总长不大 借口她有抒情和魔法 听说森林里有套过 坏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 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 白雪是因为她弯跑出了城堡 小红帽遇见遇见自己 变成蓝的大红袍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城里 记载的河 沾染魔法的怪账气息 却又在爱里曲折 全流不惜扬起水 花又卷入夜连时光如水 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 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